接下来请收看中佳新闻 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佳吉隆新闻 我是张琪腾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引发国际关注 为了力挺乌克兰护民主自由 旧市长牛昌响应人道救援 宣布捐一个月所得 进入外交部赠灾基金会设立的捐款专户 跟乌克兰站在一起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引发国际关注 为了力挺乌克兰 响应人道救援援助波兰边境的数十万乌克兰难民 旧市长牛昌宣布捐出一个月所得 给外交部赠灾基金会所设立的捐款专户 表达对乌克兰人民用生命捍卫民主自由的支持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震惊了全世界 乌克兰人民在这几天所展现出来的坚人意志 我想让全世界大家感到敬佩 所以跟乌克兰站在一起 其实就是跟自由民主站在一起 那这个入侵的事件也让我们看清 唯有庄敬之强 唯有我们自己自助 才能够得到人助 得到天助 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启发 那所以为了展现 对也表达对乌克兰人民的一个支持 以及对于人道救援的一个支持 那我也在昨天宣布捐出一个月的所得 来支持乌克兰的人民 那乌克兰加油 另外对于美国总统拜登特使团 与前国务卿蓬佩奥接连访台 牛昌宇立法人蔡世音也都认为 这代表美国不分党派支持台湾 更印证台湾是亚太安全重要的环节 近来因为这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一个事件 我想更凸显了台湾在地缘政治上 不管是在政治 在经济 在自由民主 上面的一个重要性 所以这个美国政府 有这个不同的一个 这个访问团来到台湾 我觉得这是展现美国对台湾的一个支持 那我想不只是美国 其实包括东亚的许多的国家 日本 印度 澳洲 其实大家都同样的一个关系 所以我刚刚讲过 这个自助才有人助才有天助 那我们台湾加油 我相信这几个人在过去担任行政首长的过程当中 对于台湾的安全都非常的关注 也给予台湾很多的支持 那尤其是在最近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过程当中 很多人都希望 所有的民主国家都是站在同一线的 所以台湾挺乌克兰 那美国在这个时候 除了表达对乌克兰的支持之外 也来到亚太地区访问台湾 代表着对台湾的一个支持 那我相信这样的一个支持 不会因为美国的政党轮替 无论是民主党或者共和党 对台湾的支持一如往袭 为什么 因为台湾是西方世界在亚太地区安全坚定的一个重要的盘石 记者张琪辰金融报导 金融市政府公共造产之一的安和停车场 在年前招标整修后 3月2号起重新启用 不但停车位增加到44格 并建构全新的车辆辨识监控系统 及多元缴费方式 配合电动车增加趋势 也加装了两支自动充电桩 希望提供车主更完善的停车服务 经过车牌辨识记录后 乍然升起车辆顺利进入 这里是位于金融市安乐区行政大楼旁的安和停车场 由于周围有金融厂和医院 国税局 税务局 金融市政府教育处 及安乐区公所 护证所等公司机构 停车需求高 主管的民政处方面因此重新招标整修 增加停车隔位 过去安和停车场总共只有37个停车位 那我们为了扩大服务市民朋友 还有增加市库的收入 我们从37个停车位增加到44个停车位 另外在停车设施部分 除了全新的车牌辨识监控等停管设备 还有多元缴费方式 方便车主缴费 那业者部分的话 他这一次在缴费方面的话 增加多元的缴费方式 第一个的话就是自动缴费机 第二个的话就是悠游卡的收费 最后一个的话就是我们ETC的收费 三种收费方式 因应电动车逐渐增加 安和停车场也增设两支自助式充电桩因应 为了因应电动车的市场 所以说我们加装了两支 我们的那个充电桩 那另外一个部分的话就是我们的配合市长的政策 让我们的电缆地下化等个清整动作 所以说我们的缆线是地下化 那另外一个部分的话就是为了周遭里民的需要 还有包括到长庚院就诊的市民朋友 所以说我们有设置了扶手难关 针对一些长辈能够有个中途休息 扶手的地方 为了回馈周边社区居民 安和停车场夜间开放月租为每月1200元 希望解决周边居民夜间停车及巷道围停等问题 记者张旗滩金融报道 111年大学学测成绩公布 今年是108新课纲14后首届的考生 基隆四二星高中顶大班张威杰 取得自然组国英数A 至四科组合60满级分令人瞩目 威杰也分享了读书的秘诀 一起来听听看 今年大学学测数A难度 是各界评估有史以来的最难 大考中心公布数A的顶标才10级分 创历年来的新低 自然组指标的国英数A字 四科组合60满级分的 今年只有114人 相当的难能可贵 因为今年这个组合只有114人 全国拿到了满级分 那社会组的部分也不遑多让 那在各种组合里面 也有58 57级分的同学 好成绩的威杰为人谦和 也广涉各领域 内化学到的知识 不再只是套公司的秘密也大分享 希望学弟妹们未来准备考题 能更灵活运用 这次的数学特别是这次有分数A跟数B 那其中数A的状况就有比较特殊一点 也就是难度可能比历届的很多次的学测 都还要在稍微比较挑战性的 个人的建议是在思考方面可以去多做多加筑谋 而不是说一直去重复的机械式的练习 学测成绩揭晓 即家欢乐即家愁 校长接应考生 如果觉得自己的成绩不理想 想要拼七月的分科测验 可以一边读书一边申请入学 这个总分里面不是非常的理想 也不要丧气 因为接下来的申请入学 其实未必会采计四科或者是三科的成绩 反而考生应该要针对自己的优势科目 不管是两个科目还是一个科目 想办法去在申请入学里面 把它的这个效益性发挥到最大 你有可能会利用你这一两个优势科目 会进到自己心目中理想的科系 今年适逢考招心智 建议考生 如果成绩不理想 仍然要参加申请入学 不要轻易放弃机会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为了方便暖暖定内地区居民 利用上班时间倒垃圾 在地方议员的争取下 3月1号起 早上7点到9点之间 市政环保局在定内抽水站旁边 设置得来树垃圾收集点 民众可以直接开车或骑车 到垃圾车旁边倒垃圾 方便又安全 市议员李敏勋示范开车 从远远路往市区方向 右切进来 直接倒垃圾的正确方式 非常方便又安全 这是为了方便暖暖地内地区居民 利用早起上班时间倒垃圾 在地方议员争取下 从3月1号开始 早上7点到9点之间 市政府环保局在地内抽水站旁边 设置得来树垃圾收集点 民众可以直接开车或骑车进来 到垃圾车旁边倒垃圾及回收物 避免停在远远路上 可能遭到后方货柜车等大小车辆撞击 方便又安全 后来在我们的努力之下 其实就是把这个地内站把它增设 那目前是暂时试办一个月 那从3月1号开始 这一个月会来做一个试办 那这个地方 这个站有一个好处是说 它在停等的时候 民众可以有一个车道 直接从这个车道 睡影车道进来 那就不用停在外面的红线 那因为路上早上要上班上课 车量非常的多 那也相当危险 那如果有一个车道进来 让民众丢垃圾会比较安全 那这一个月里面呢 这个丢垃圾的时间 是从早上的7点到9点 两个小时的时间 由于刚试办 还有很多民众不清楚 这里新设一个垃圾收集点 以及怎么来这里倒垃圾 市议员林敏勋和太太周代毅 贴心的在现场导引 并且告知地内民众 可以来这里倒垃圾 不用特地再到暖江桥头的 垃圾收集点倒垃圾 是因为地内地区的民众 前往这个抽屑站 前往这个丢栖站的时候 因为要行巾直接直上台北 所以有些民众可能会 直接穿越马路 造成当地的整个交通状况 非常的危险 那时常发生大小车祸 所以我们才会来 研理说原本说 这个环保站是不是要迁移地点 还是说增设一个地点 后来我们跟环保局 开过好几次会刊 也现场也办过会刊 跟后续好几次协调的会议之后 我们决定要在这个 丁内站增设一站 那暖暖班还是维持 原本还是有维持在运作 那它是7点到10点 这是暖暖班的部分 那我们地内地内这边 就是缩短一个小时 就是7点到9点 那请民众多加利用 这个辩明的一个措施 林敏轩表示 这个新增设的垃圾搜集点 先事办一个月 再看成效决定是否正式设置 这个垃圾搜集点 或是取消设置 呼吁地内地区的民众 可以多加利用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七路区马兰里 大城街24号后方边坡 一式滑动 再加上2月连日下雨 导致部分山坡护网 从紧邻民房 变成紧贴民房 让住户越来越不安 市议员张吴辉 邀请了相关单位到现场会刊 要求尽快施做 互坡补墙工程 让住户安心 2月15号 住户朱先生带着市议员张耿辉 进入屋内走到后门 查看部分护网 已经紧靠房屋后方墙壁的情况 由于七路区马兰里 大城街24号后方边坡 一式滑动 导致部分山坡护网 已经紧邻 也就是紧靠民房 但是经过连日雨势不断 到了3月1号 市议员张耿辉 再度邀请当地马南里长 苏城树花和国产署人员 到现场会刊时 部分户网 已经紧贴房屋墙壁 让住户朱先生 越来越不安 张耿辉也呼吁 主管单位 国有财产署 要善尽保管之责 尽快施做 互坡补墙工程 改善这个问题 让住户安心 我们跟礼办公事 七公所相关单位 来废刊 距离民宅还没有那么近 那今天我们再次来 这个县刊 已经造成了 已经紧邻民宅了 会造成意外的事件来发生 所以在这边 我跟里长 还有我们相关的成型人 也希望 我们国产署 要整块 站在土地保管 人的责任之下 赶快来 删尽他们的职责 赶快迅速的来处理 这个我们这些 即将紧离民宅的 一些状况 这个措施来做防范 那以免到时候 这个 又遇到煤雨季节 还是台湾季节的话 那个绝对会发生 那些不可意料的 一些意外事件 不过国有财产署人员表示 还要再会 水保局人员一起会刊 才能决定要怎么处理 总委会水保局 过来会刊 再排一次会刊 张耿惠表示 三年前这里的边坡 就已经有滑动的迹象 因此请区公所 协调国有财产署 施作互坡工程 没想到三年来 互坡还是承受不了 土石的压力 越来越紧靠民宅 希望国产署赶快处理 避免意外发生 记者吴俊松 记录报导 之前在每年的时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以祈求能够裁员广进 慈茜茜也提供了财神灯 供心众任养 到了慈茜茜 可千万别忘到财神殿参拜 金融市安乐区某社区大楼日前传出正正不明气体 造成两名保全前往查看时陆续昏倒 索性被紧急送医后没有大碍 锦销疏散了大楼25名住户并利用检测仪器检测 不过并没有发现有毒气体 大批消防队员获报来到社区大楼 大门口已经有一名保全 闻到浓浓呛鼻味 差一点晕倒在地 令人担忧的是 另一名保全也差一点晕倒 索性被总干事及时发现 24号晚间7点多 金融安乐区一栋集合式社区大楼 住户反应听到不明爆炸声 来民保全上楼查看 却闻到浓浓的呛鼻味 陆续差一点昏倒 现场消防人员进入大楼搜寻 有两名大楼男性保全 有头晕现象 均无大碍 以送医救护 经仪器检测 未检测到有毒气体 无法辨识何种原因 导致保全能源晕眩 后续上代消防局 协同社区管委会 厘清不明气体来源 索性两名保全送医之后 均没有大碍 只是到底是何种气味外泄 社区管委会说要找业者 检视大楼内部的设施和机具 调查出不明气味从何而来 以确保住户安全 记者黄绍明金融报道 如果您有长期肩颈酸痛手麻 无法精确拿笔写字 或是扣衣服扭扣 使用剪刀等手指精细动作的情况时 卫补部基隆医院神经外科医师提醒您 可能已经患有颈椎狭窄 脊椎病变的问题 呼吁尽快就医治疗 如果您有长期肩颈酸痛手麻 无法精确拿笔写字 或是扣衣服扭扣 使用剪刀等手指精细动作失调的情况时 卫补部基隆医院神经外科医师 后背腰下背 就是腰有没有酸痛或者是不舒服 这是基本上这都会有这个症状 最早就是这个症状 再来它会从这边慢慢的扩散 到手指头或是脚或是脚的部分 所以如果你的症状是来自于从中轴慢慢往两侧 或者是肩胛骨延伸 再来是上臂 这个就非常典型 像是神经跟缓慢被压迫的一个进程 但是如果反之 你都只有末梢了一点点麻 通常那都是循环的问题 当然如果你合并很明显的症状 你无法判断 就是还有多其他症状 那可能就要讨论 医师举例有一位年纪大约50岁 经营乳胃店的病患 长期有肩颈酸痛的问题 最近在被料串食材时 却发现自己无法对准 经常刺到手 手指也出现麻麻的感觉 就医检查下才发现 颈椎第五第六节椎肩盘突出 因此建议实施人工椎肩盘致患手术 手术一个礼拜后 除了避免抬重物已经可以工作 手部精细动作 大约一个月后也已经恢复正常 因为它是单节 而且适合从前面手术 而且病人本身 他还是需要蛮出重的工作 而且还年轻才维持几岁 所以选择了人工椎肩盘致患素 手术后一周可以 除了不要抬太动的东西以外 正常的一些背料是没有问题 精细动作我们就持续门诊追踪了 但一个月后 他就不太会再吃到什么这些问题 那目前追踪了三年 我都还状况OK 没有特别的任何的后遗症或并发症的这个抱怨 或者是说在讨论的部分 就是单纯追踪 算是蛮顺利的case 医师指出颈椎是脊椎的第一节 功能是点头仰头转头 是脊椎中活动度比较大的 作为骨头和骨头肩避震器的椎间盘相对磨损的几率也比较高 如果没有保养好最后就可能导致颈椎狭窄神经受损 而发生率最高的椎间盘突出也就是俗称的骨刺就是其中的一种病变 如果药物及物理治疗或疼痛治疗效果不好就可以考虑采用手术治疗 由于外科手术已经实行有20多年 因此在正常情况下 只有5%的风险 手术成功率高达95% 没有特殊状况是可控在大概5%左右 所以它的成功几率大概都在95%以上是这样的 是 是 对 我们就讲退化性疾病基本上是这样考虑 没错 所以就是 应该说医疗的这个进展到这个程度 那这是一个事实 其实也都是可以去查到 那就是 就是不用太过分担心 对 由于颈椎保护的是无法再生的中枢神经 受损后可能留下永久的后遗症 因此医师建议如果民众有长期肩颈酸痛 甚至感觉麻木下肢无力 手部精细动作失调时 建议紧速就医检查治疗 避免耽误治疗的最佳时机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疫情年代影响到捐血热度 全台血液库存告急 金融市工商经营研究社每年228都会举办捐血活动 今年刚好满十周年 加上天气好 捐血相当的咏夜 总计一天下来累积获得了186袋血 民众戴着口罩 手上插着针捐出热血 难得天气好 捐血车上挤满热血民众 因为一直想要来捐血 然后刚好这次有机会有听人家讲说这里有在捐血 所以就想来捐血 捐血库告急急需热血 拿起大神工 呼吁民众全来捐血 金融市工商经营研究社每年228都会举办捐血活动 今年刚好满十周年 社员全都来捐出热血 加上我们社员也动员得非常的成功 因为每一年我们变成我们社里一个 例行经营一个很好的大拜拜的活动 然后做公益 所以大家都觉得很兴奋 国库很缺血 所以我们就全体的IMC的社友 大家共襄盛级 还有一位老天爷的帮助 刚好今天天气非常好 监选的民众也很勇业 难得天气好 警察局第四分局长陈启明 及分局主管都纷纷捐出热血 对这个其实能够帮人这是很好的 对 怎么说 我们也是希望说 如果能够用得到的话 给需要的人用 这当然是 我们 其实平常大家 在做警察工作的时候 就是处于这份心 能多帮助就多帮助 天气非常好 而且政治选荒期间 大家都可以卷起袖子 踊跃的捐血 我们感觉非常的高兴 也希望年轻的孩子们 就是只要18岁以下 以上呢 都可以一起来捐血 捐出你的热血 然后呢 让有需要的人 可以有机会活下去 活动现场也出现了 粉红军团 参选安乐区 及七堵区的前市长秘书 有本名及曾一方 也来共襄盛举 台湾我们这边缺血 非常的严重 所以呼吁大家 如果身体状况OK的话 欢迎大家一起来 攻向盛举 一起来捐血 要记得大家 如果有医院要来捐血的话 要先吃饱再来 然后也要先睡饱8小时 对 虽然我应该没有到 睡饱8小时 应该也还可以啦 也还可以 因为毕竟现在比较忙碌 然后只要回到家 躺下去就是马上都睡着了 疫情让血库缺血 社团发起捐血 呼吁更多人站出来 挽起袖子 捐血一袋 救人一命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集中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 脸书及YT订阅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96.9 轻松电台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收看 我是张祈腾 祝您一切平安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这种明明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分享自来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不断被转传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清流也知道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必知为恐怖及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他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他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他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要告诉您疫情期间假消息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 随着疫情升温假消息满天飞到底哪个才是正确的 利用以下三个超实用APP简单操作快速查证 LINE讯息查证 加入LINE好友提供希望查证之讯息内容即可查证 另外还提供最新查核讯息供民众了解 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LINE搜寻台湾事实查核中心 加入好友 将收到的讯息整篇贴上即可查询是否为假消息 买GoPen同样加入LINE好友 当您收到不明消息直接转贴到买GoPen 查证时可点选绿色按钮前往查证结果 也可点选橘色按钮 直接将查核结果转达给亲朋好友哦 记得收到疫情传言时不转发多查证 散播假讯息不仅会发钱 还可能触犯行责 也会造成不必要的恐慌 让我们一起对抗病毒正向防疫